嘩 好像好好吃 嘩 嗯 好好吃 這個位置大家應該很少會吃過 這個位置叫做羊群 lamb skirt 大家聽過牛的外群內群 其實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只不過這次這件肉實現一點 還有我是從來沒煮過的 我們這次有三個煮法 首先是慢煮 煎扒 還有是會做這個中式少少的 叫做京蔥炒羊肉 不過就不用羊肉去炒 這個是叫做羊的裙 lamb skirt 我這麽大的兒子好像在家 都沒有試過自己做羊的裙 即是羊內裙 羊內裙都好 什麽都好 樣子其實見見都差不多 可想而知那隻羊有幾大隻 其實真是很小隻 這次我們就試一下它是什麽味道 好像沒有聽過 真是很稀有 很小有的東西 這裏其實我已經是薄片了的羊的裙 這很奇怪 羊外還是羊內呢 其實就沒有關係 因爲其實羊太小了 它分不到內外 然後這個是比較厚一點的 我們轉頭拿去做扒 然後這個再厚多一點的 我們轉頭會拿去慢煮 因爲我們這次想試下不同的煮法 是什麽味道 什麽口感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鹽和黑胡椒碎 這樣慷慨一點 盡量想它的味道是平均一點的 那假如吃羊想有些少許重一點的味道 可以加些少許的孜然粉 即是Cumin 我們全部這個就會做比較中式的炒 那你會問 其實這些sulferskin 好像 爲什麽去不了的呢 我是專程的 因爲其實它太薄了 我們想轉頭煮的時候 又有些少許筋膜那種的甜味 所以我就故意不飛 那全部調味是一樣的 那試下不同的煮法 出些什麽味道 我認為是最喜歡 因爲其實 那句呢 這個部位我都沒煮過 OK 好 第一件事我們慢煮 做些什麽 加麽入袋 要些Rosemary 少許的蒜 拍開它 平鋪在面上 不要搭著 搭著那個時間溫度會有所影響的 然後放一些少許的香草 今次就用Rosemary 因爲羊它的味道我擔心比較重 所以就用比較重味的香草 我認為會好一點 攝氏慢煮溫度54度 OK 然後我們可以將我們那袋的肉 即是今次的Skirt 就放進去 我們可以先封中間那條邊 少許 然後用水眼法 將空氣就撕出來 那便很簡單 因爲我們有少許開口 那便浸進去 按一下空氣出來 這樣就封邊 這樣它就不會再浮起 這個溫度我們煮它35分鐘 那這個時候我們準備其他東西了 好 然後我們少起鍋材料 就是蒜粒 京蔥很多時候都是配一些濃味 譬如是羊肉 那這次試一試口感的味道好不好 試一拌出來 然後很重要 第一件事你的皮有機會是骯髒的 我們不會洗蔥的 我們選一塊出來 然後就撕開它 那便乾淨了 然後就將它切圈 你可以斜切可以直接切 那我就斜切 那整個準備功夫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那你的眼前見到這個已經是慢煮了 是比較軟生一些 然後這個是全生的 看到是偏紅一些 那第一件事我們試一下 煎兩塊扒 先休息一下 然後再煮這個叫做炒羊肉 你見到可以出煙 出了油紋之後就可以煎 我們這次先煎兩件扒 我們先放是未煮過全生醃好的肉 留意我們這些sulferskin留它 因為其實都挺薄的 我們想有少許口感 所以有少許筋膜的甜味 先煎筋膜那邊 然後這個是慢煮好的 一樣 筋那邊先 我們兩款扒呢 先煎掉它 那我們這次煎的溫度呢 都是用中火去煎就可以了 按一按它 煎出來的效果再美一點 那跟我們煎牛扒的道理差不多 那我剛才試吃的時候呢 都覺得它的味道都是偏甜的 假如是用這個牛的whatever 外群外群都好 它有少許那種的元素 羊的酥味也都不重 其實都挺好吃 那說一句我是未煮過這隻肉 我就覺得很滿意了 好了 我們煎香一面之後 我們再反轉 我們先看一看 最重要不要黏底 對 我們反轉它 哇 抹開 按一按它 其實它的煤力反應做得挺好的 我們再反這件 哇 正 因為慢煮關係呢 我們煎香它就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煎這些位置呢 你當它捲起來 就要盡量是用一些辦法 就令它平均受熱 那為什麼它會是叫做捲起來呢 是因為有一條筋在這裏 假如大家去一條筋 就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然後我們放一些迷滴香 Rosemary 放一些風味 收回到一個中細火 我已經聞到很香的香草的味道 可以切點牛油 切開幾片 放在羊的上面 好像牛那樣做法 可以將牛油 Base 回到羊群的上面 又或者將它反轉 令它吸收一些味道 可以按一按它 那視乎你要多生、多熟 那其實這個質感呢 是近乎是Rare 去到Medium Rare的之間 那假如想熟了一點點 就可以煎多它一分鐘多一點點 那就差不多了 好 我們煎好之後 就聞到很香很香的羊的味道 但是真的不酥的 我們先放起它 我們Rest一下它 煎多久 Rest多久 我們煎大約是四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Rest回去四分鐘 很奇怪 什麼叫羊群 是不是一群羊 這個時候我們炒了我們的京蔥羊肉 一樣我們預熱一下Pan 然後我們放一點油 養開它 看到有油紋就差不多了 好 我們先爆香京蔥先 放進去 先把它推開 我蠻好用的 不黏的 轉頭就可以加上蒜、薑等等 炒香它們 好 聞到香味之後 將它推到一邊 將我們的羊肉加進去 可以養開它 看熱 不用攪拌的 也可以煎香一邊 我們才反轉它 如果你太快反它 很容易黏的 看到有鑽到鑽色的時候 就可以動一動它 它不點黏就可以了 拌勻它們 三分小便走在鑊邊 繞到一遍 哇 很香 先黏了 我真的好香 拍攝的那個香不香 很香 好 看一看 看看是什麽效果 留意一下 那麥克風這樣走 我們應該要切斷它 哇 好像很好吃 有少少像這個牛板劍那種的結構 可以很小的 先黏一下 甜 哇 這個很粉嫩 這個應該是慢煮那件 可以薄一點 因為它很小的 嗯 哇 甜 你看這個效果 我認為慢煮才是更好的 其實就這樣吃都很好吃 嗯 這個比較香 因為我們連上香草和慢煮 雖然看來好像熟一點 但其實它都一樣是很滑的 還有它真的有一點甜味 譬如大家不吃牛的 想嘗嘗牛的內裙也好 外裙也好 這個位置真的可以嘗嘗 這個肯定都是慢煮出來 它太平均了 一拉就爛 真的很好吃 香港應該暫時是沒有食譜 是講這個牛是怎麽製 沒有 講這個羊是怎麽煮 是的 我自己在網上找不到的 所以我就特意試三個辦法 看看是哪個好吃點 但是三個都一樣是這麽好吃 不是脆的 就是大家假如自己買一件回來 自己試一下 不是貴 你說我脆水的 你們找我 這個真的好吃 就是這樣 嘿 好味 這個就是羊的skirt 三食 慢煮 就這樣煎 還有我們的京蔥炒 可以給一點點裝飾 到最後 假如大家對這件肉有興趣 可以跟奧利高那邊買 用優惠碼會有折扣的優惠 好 多謝收看不熟不食 非常感謝今次CAMMAN幫我炸機 有一個特別的拍攝方法 好 喜歡的希望大家要讚好分享 訂閱追蹤Instagram或者Facebook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